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假期是学生出行发生意外和危险的高发时段 统计数据显示 2019到2021年暑假期间 全国涉及14周岁及以下少年儿童的 道路交通事故数量 死亡人数均高于其他时间段 那暑假期间 常见的交通安全问题都有哪些呢 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2022年6月30号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 李某某驾驶小车与未走人心横道 突然跑出的11岁男童发生碰撞 男童直接被撞倒 翻滚了好几圈 所幸小男孩受伤并不严重 然而有很多孩子却并没有这么幸运 根据数据分析 暑期涉及少年儿童死亡的交通事故中 步行比例是最高的 约占总数的近一半 其中又有近七成是在横穿马路时发生 而这里面因为快步走或跑步横穿马路 导致死亡的交通事故 远超出慢走正常行走的比例 一方面 少年儿童往往缺乏安全意识和经验 过马路时不懂得如何观察周围环境 在遇到车辆时 会选择快跑来躲避 而是在选择的 另一方面 少年儿童身形较小 常处于机动车视野盲区 所以当他们快速出现在道路中 反而让驾驶人难于应变 从而引发交通事故 交警提醒 家长尤其要做好孩子的看护工作 不要让孩子随意横穿马路 不闯红灯 不超近路 过马路要警惕来车 走人行道或过街天桥 以免发生危险 此外从近三年暑期的交通事故看 暑期少年儿童骑行类的事故问题也比较突出 少年儿童骑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年均上升近20% 其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年均上升33% 其中 未达骑行年龄违规骑行的情况最为突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6周岁 骑自行车上路也要年满12周岁 但据分析 近三年暑期 因骑行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死亡的人员中 不满16岁的还比较常见 其中有62%是少年儿童 因骑自行车导致事故死亡的少年儿童 不满12周岁的占到一半以上 少年儿童判断力 应变力 以及身体的控制协调能力 还不能完全适应复杂的道路交通情况 面对紧急情况 很少能够及时采取正确处置方式 因此 未达骑行年龄骑行十分危险 2021年7月8号 江西省信丰县 11岁的五年级学生小张 行经村组交叉路口时 未停车推行 静止骑入路口 与正在执行的小型汽车相撞 被撞飞摔倒在地 从少年儿童骑行造势原因看 未按规定让行 逆行 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也比较突出 这些违法行为造势 占到总数的40%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 驾驶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 超过一半在农村 所以农村地区的家长 尤其要注意加强对孩子 骑行安全的监管 假期里 家长们除了要加强对孩子的看管 还要教育孩子过马路 一定要做到 一停 二看 三通过 遵守交规 孩子未达到骑行年龄 一定不要骑车上路 确保孩子假期出行的安全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精神一费